慢生活 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3月1日晚 香港影星胡定心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组与胡信儿 马国明的合照 照片中 胡信儿一只手扶着自己的运渡 一只手对着镜头打招呼 状态看起来非常不错 反而是旁边的胡定心受到有些令人认不出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 处于运晚期的胡信儿穿着一件淡绿色的裙子 运度大如螺 将裙子撑起 仔细看可以发现 她脖子处起了很多褶皱 颈纹过于明显了 而在与胡定心的自拍合照中 可以看到胡信儿瞪大了眼睛 精神状态很佳 留着短发的胡定心笑容甜美 就是瘦得太明显了 看到这组照片后 网友们纷纷感慨说 胡说八道会感情真好 还有人表示 爷轻回 几人的铜框令其想到了冲上云霄 话说回来 在这次胡信儿尽照曝光前 她展现出来的状态一直很好 2月14日 胡信儿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与老公的合照庆祝情人节 表情酷酷的她还表示 老公是自己一生的伴侣 恩爱程度羡煞旁人 2月11日 胡信儿甚至还挺着运渡 穿着高跟鞋上了春晚 并在当晚的小品中表现出色 2月4日 胡信儿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组运照 据她透露 这是在怀胎7月时拍摄的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 除了肚子 胡信儿身上其他地方并没有很胖 甚至还看得到锁骨 真的是胖度不胖身了 胡信儿这次现身虽然精神状态不错 但是从她的运度来看 想必距离宝宝出生可能需要不了太长时间了 期待新生命的降临 1979年 胡信儿出生在香港一个公务员之家 父亲是中国香港公务员 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上学的时候 成绩在班上永远是拔尖的 年年拿奖学金 读小学时 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高中时期还以交换留学的方式 公费到爱尔兰学习 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回国之后 顺利进入香港科技大学 在大学时期读的专业也完全和表演爱不上边 读的是生物化学系 然而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妙 冥冥中仿佛有一根线在牵着人往前走 1999年 还在读大一的胡信儿和同班同学 一起去参加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结果 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 同学被淘汰了 而胡信儿却阴差阳错 晋级了 最终还获得了当年香港小姐选美比赛季军和活力风采奖 胡信儿被当时的香港媒体吐槽为最丑港姐 原因是 她嘴不大 牙齿不整齐 看起来不协调 本来无心演艺圈的胡信儿在遭受吐槽之后 反而激发了她的好胜心理 为了证明自己能上镜 配得上港姐称号 回去之后 胡信儿果断放弃了学业 走上了与少年时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一头扎进了演艺圈 可是 要在演艺圈杀出一条道路 谈何容易 演戏没经验 颜值被吐槽 该怎么办 像大多数演员的成名之路一样 胡信儿决定从打酱油开始 用演技去征服观众 用角色去证明自己 三年之后 胡信儿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角色 在电视剧《流金岁月》饰演《弱智女孩》丁善音一角 无论是肢体语言还是表情 表演都十分到位 因为出色的表演 拿下了TVB的《飞跃进步女艺人》奖 但胡信儿接的角色并不是太讨喜 之后演的角色不是土匪媳妇 就是彪悍妇女 2005年 胡信儿成了TVB老模 一口气接了五部戏 凭着在《我的野蛮奶奶》中对刁蛮新娘田丽依这一角色的出色诠释 她成了TVB《万千星辉》颁奖礼上《我最喜爱的女主角五强》 还成了Astro华丽台电视剧大奖《我的最爱女主角》 红极一世 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 爱情也不期而至 在拍摄《我的野蛮奶奶》时 与黄宗泽因戏生情 渐渐走到了一起 那时候是胡信儿事业的巅峰时期 为了角色狠豁地出去 为了演好一个胖妞的角色 在拍摄电视剧《肥田喜事》时 胡信儿一个半月爆肥40斤 为了演好其他的角色 又开启疯狂减肥模式 每天只吃一个鸡蛋和少许的水果 那几年也是胡信儿拿奖拿到手软的时代 先后获得了Astro华丽台电视剧大奖《我的最爱女主角奖》 第十二届亚洲电视大奖 最佳喜剧女演员奖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最佳女主角奖 《我最喜爱的电视女角色奖》 《非凡风采女艺员奖》 成为TVB首位同时获得三项奖项的女演员 领奖的时候 大声向黄宗泽表白 还有一个人我不知道讲什么好 从野蛮奶奶的时候就很担心我 他对记者说 我领奖的时候他会去厕所 但是他没去 我知道我很难以令人忍受 但是你的缺点也不少 希望我们能一起顶住大家的质疑 相爱数年 胡信尔与黄宗泽早已是圈内公认很合拍的一对 男帅女亮 但是一番看似表白的言语背后 有着心酸的过往和感慨 黄宗泽中学时期被星探发掘进入演艺圈 大学也没去考 年龄上比胡信尔还小上一岁 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得帅 和胡信尔拍拖之后也没少被爆料出绯闻 2009年 黄宗泽与梁敬奇在内地拍剧时传出绯闻 被媒体拍到亲密合照 但他极力否认 事后为了哄好胡信尔 还带着他一起去日本游玩散心 2010年 黄宗泽在社交平台上上传与华裔美女拥抱在一起的合照 更是引发一片舆论的讨伐 令当时的胡信尔陷入尬尬的境地 2011年 胡信尔拿奖时 在领奖台上表白黄宗泽时 并未让黄宗泽感到开心 反而迎来了黄宗泽的一阵阴阳怪气的嘲讽 大加爆料 胡信尔脾气不好 性格阴郁 负面情绪太多 不想再提他 此时 又是胡信尔出来维护男友 为男友辩解 声称自己脾气确实不好 黄宗泽也似乎有所收敛 一段时间里 两人如胶似漆 港媒还传出 黄宗泽一经买好钻戒 向胡信尔求婚 两人好事将尽 等到明年拿到试地 黄宗泽将牵手胡信尔 然而 当大家都以为两人即将走进婚姻的殿堂时 胡信尔却忽然提出了分手 结束了两人长达八年的感情长跑 关于分手的原因 两人一直坚口不严 但盛传的最多的是胡信尔不堪小三的骚扰 最终决定退出这段充满狗血剧情的爱情纠葛 面对记者的追问 胡信尔也一直在维护着前男友的尊严 表示 不想说她的不好 人们都说 想要从一段伤痛的感情中走出来 最好的方式就是开启新的恋情 在经历一段充满失败的感情之后 2015年 胡信尔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与金融才晋李承德相恋 但这对恋人最初并不被外界所看好 因为李承德之前就有过数段恋情 在外界有港姐杀手的称号 但实际上 爱情里就如天王郭富城的鞋子理论那样 鞋合适不合适 只有穿的人才知道 事实证明 胡信尔的眼光很好 李承德也很给力 结婚之后断了很多桃花 专心宠溺着胡信尔 或许 这也是最好的结局吧 遇到对的那个人 然后与之相爱 结婚 生子 平凡而温馨 家里有什么呀